今天台北股市 今天現在開始在摩台值 開始在結算 現在是下午1點 那他現在摩台值的結算 可能會大概維持 可能維持到現在這個價位 我的看法是應該不會再拉上去 那他現在摩台值的結算 不會再拉上去 大概維持像下跌大概是 二三十點左右 就大概三十點左右這裡附近 那今天來說的話整個盤市 最重要的還是我們台股一檔股票 台積電2330台積電 他今天再創歷史新高 那他 因為有很多一些歷績 因為他的7奈米篩爆了 接下來是5奈米 5奈米明年要 明年要量產 要被人家追單 所以現在他們 台積電他們現在是忘得不得了 這是半導體方面 我們來看一下 那廢半最重要的一個 很重要的指數 這廢半昨天呢 昨天每股來說 只有廢半小漲0.5點 就大概平盤啦 算平盤啦 昨天只有它漲 其他的一些指數全部都是 其他三大指數都是小跌 都是小跌啦 跌步不大 因為昨天其實 又有好消息 其實很多好消息 川普 我們來看一下 川普 又改口了 川普又改口 中美貿易協議 將快達成了 那你如果要按照他的 步調來操作的話 那你是不是要現在趕快去追 當然不行啦 現在 有沒有再上去 其實利多 利多有沒有再上去 沒有 一直往下滑喔 那要做什麼動作 當然要是要空啊 當然我們不是要去空廢半 我們大家要看台子期啊 台子期空啊 做空啊 那現在我們這個10892 現在是小鑽啦 現在的台子期是在 現在10820 大概是有72點左右 那台股來說的話 那當然會比較 現在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大盤 我們的大盤呢 其實我們大盤 9月20號的時候 我已經告訴你 在這一天 9月20號的時候 我告訴你說 這裡的話你股票啦 還有指數啦 你高檔不過高的話 你一定要先出 你如果做多的 你期貨的話 你一定要出 你一定要出 9月20號 你可以去看我調 我前面的錄影帶 就來看 那現在已經高檔不過高 一直開始往下 其實我們這個盤 還是有在穩盤喔 是還有在穩盤 那其實這個 我們也是有選舉 我們明年一月份 有總統大選 這是對執政黨非常重要 他們要連任 所以會有穩盤 會有穩盤 跌幅不會那麼快 今天呢 如果今天如果扣掉台積電的話 我們台股會怎麼樣跌呢 我們先來看一下台積電 今天台積電現在是上漲4塊錢 我們大盤跌32 如果要台積電4塊錢扣掉的話 是多少呢 4塊錢的話大概佔全台股的大盤來說的話 是大概36點 36點加30點左右 加33點這跳來跳去 加33點 這樣是等於大概今天台股要跌70點 要跌70點 那如果看我們的貴買指數的話 下跌1.3% 下跌將近1.3% 所以說我們貴買指數比較精準 比較準 那看大盤的話就可能會有一點比較失真 那今天來說現在近期來說的話 現在其實我們大盤 我們大盤是有像這個台積電 它持續在創高 台積電它佔我們大盤的群之中有18% 所以整個盤勢來說的話 整個我們大盤呢 當然會比較穩當 而且我們大盤是沒有在創高 我們大盤沒有在創高 那台積電是持續在創高 所以說你要小心喔 資金有移動 移動到別的地方去 這就是資金的移動 那大盤來說的話 這是我們價錢指數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貴買 我們的貴買 是這樣子 它是先漲上去 先拉回了 它已經拉回到季線了 那我們的大盤來說 如果是離季線還有一段時間 還有一段 大盤的季線現在大概是在 1070 10705 大概還有150點 將近150點左右 所以在操作上來說的話 你可能要稍微做一下 讓期貨啦 這你要特別注意 我們是做空 10892 那因為今天有摩胎子的干擾 今天有摩胎子的干擾 所以在操作上的話 我們還是要先 當然還是要先穩住 先穩住 那如果現在摩胎子 看來今天是 是大概不會拉高 就像我 中午12點的 的直播 電視直播也是一樣 我也是說 大概會 只有大概跌 可能大概差不多30點左右 這樣子來結算 那是摩胎子那邊 因為他們也不太願意 再用錢去扎來拉高 因為現在他們就是 就準備想要賣了 那為什麼還要扎錢呢 這是指數方面 那個股來說都可能有比較大的差別 個股來說呢 我們來看一下個股 個股來說這些股票 那我們現在都還是持有 但是我們都已經在減碼了 因為我們現在整個指數 從9月20號開始 從我9月20號 就要開始要特別注意 我就這樣子告訴你 9月20號 如果有高檔不過高 9月20號 10929 有高檔不過高 要先出 我們也一樣 我們先減碼 他如果高檔不過高的話 兩根三根的話 我們就開始要趕快減碼 不然就是把它粗清掉 這樣子的話 保有我們的獲利的優勢 那像波羅威的話 可能他如果要 我們操作的話 我的 我們操作上來說的話 他是不要跌破這個盤整區 他如果跌破的話 我們就要先把它給獲利了結掉 先把它獲利了結 那楊智來說呢 楊智操作上的話 可能他比較大的幅度的震盪 那你操作上的話 你如果擔心害怕的話 趕快也可以趕快出掉 趕快出掉 那我們現在已經 我們是已經在減碼 我們也在減碼了 但是我們還 如果他一穩定的話 因為最近這兩天的話 外資也是有開始 那法輪有在賣 所以我們也要開始 跟著要調節一下 要調節一下 等到他如果 他如果再穩盤 再穩一點的話 我們再繼續把它 再把我們賣掉的部分 再買回來 這是我們的操作的方法 那環球晶的話 當然就是先 還是持股細胞 還是持股細胞 因為他們現在來說的話 他們還是 像我們看台積電都知道 環球晶要不要賣 台積電都創新高 那環球晶呢 環球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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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來電 或是在生活圈來這邊 來詢問 多可以 那我歡迎你們來問 那還有一個 一個滿重要的 像這亞馬遜推新品 穿戴式裝置 它的穿戴式裝置 都是要用什麼東西呢 全部都是要用Wi-Fi 不然就是藍牙 Wi-Fi藍牙 那這個未來的話 整個的商機在哪邊 這個Wi-Fi藍牙的地方 它的通信晶片 它這一整個產業 整個的產業 是非常非常的多 而且這些股票都是小股票 都是中小型股票 不是大型股票 所以你如果想要來 跟我們一起來操作這個 想要了解更多的話 那我可以來 我還帶你來操作 因為現在近期來說的話 能夠漲的股票 已經不多了 那我們在操作上來說的話 我們還是要 當然我在操作 我都是要先 我都是先事先這樣子 事情先規劃未來行情 才會成為贏家 才會成為贏家 那我們今天是週五 那也祝你週末愉快 那也祝你週末愉快 和你賺大錢 我們今天先到這裡 那如果需要諮詢的話 趕快來電 或是到耐生生活圈來詢問 那我們今天先到這裡 我們下週見 這個小巨盒 我們下週會 在那蔚 我們下週見 他整理好 我們下週見